受风向花39厢到衔接台9县及台11县提升道路品质建设计划工程 目前正在进行电杆地下化的施工 信员张怀文还有村长黄建辉都表示说 电杆地下化之后可以减少养殖业者在台风季节遭遇到停电的问题 受风向花39县是衔接台9县以及台11县的横向道路 张怀文说在他时任受风向长时108年即提出了前瞻计划 将花39县道路提升串联台9县以及台11丙县的计划 希望能够将电杆地下化之后减少断电的问题以及绿美化 让花39县的道路品质能够再提升 108年前瞻计划里面后 一共争取在受风向有4亿3000万的预算 也谢谢那时候的代表会通过了以后 一直执行到108年度 那这一件工程是我们衔接工程 我们看到193就是宇源渡家村旁边 这个道路一直到越美大桥 这个工程都执行完毕了 那这个台11丙一直到台9县 道路生活品质改善工程 4000多万是在108年要执行的工程 这个整个总工程是4200多万元 那我们将这个地区的电杆地下化 因为这个地方养殖区常常在台风豪雨的时候 就会断电 断电我们养殖区的这一些农友非常的辛苦 有时候鱼因为没有电 或者是养猪的地方没有电 造成一些农业的损失 所以我在乡长任内就主张 一定要电线杆地下化 村长黄建辉也说共和村有许多的养殖业者 每次遇到台风季节 就会担心电杆的断裂造成停电的问题 希望在电杆地下化之后 可以避免在台风季节停电问题的发生 这条路做起来 从夜美米站的人都很高兴 他因为这条路做起来很好 而且我们以此的电线杆落地 台风来电线杆不会倒掉 一步会死掉 花39线后端的3.3公里长的道路 在108年就提出了前瞻计划 进行道路品质提升工程计划 之前即开始进行施工 希望在整条道路完工相关建设之后 能够对附近居民以及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 适用道路 接着林杰售工相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尬 感谢观看